过两天 我便陪着宇文护 给原青所下一副猛药 她得意不了多久了 重要的是 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然后再去与殿下会合 姑娘请回 我不过是闷得慌出来透透气 出不去 怎么办呢 脚门 对 这附近一定有脚门 原来像乌尘的老道士是假扮的 师父 大师姐求见 太子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在这儿 不准叫他大师姐 是 延晚拜见师父 原来他是乡尘的徒弟 起来吧 谢师父 这大宗宰府里人多嘴杂 为师不是跟你说过 没事 别往我这儿跑啊 婉儿谨遵师父教诲 只是刚得了几件珍品 急于献给师父呢 这是南海珍珠 西域雄胆和雪山人参 把这珍珠磨成粉涂在脸上 可令肌肤富有光泽 胸胆和人参一起熬汤 滋养宁神 具有由内而外的养颜功效 难为徒儿 给为师带来了这么多宝贝 能为师父做事是徒儿的福分 徒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其实这些都是我在 泽家山庄搜罗来的 我爹让我传话给你 想问问震魂珠的进展 把手伸出来 哦 这珍珠粉你拿去外服内用 滋养容颜是最好不过 是 是 师父 这个烟瓦也有被整到的时候 看它怎么办 怎么了 瓦儿 突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难不成是责怪为师 糟蹋了你的宝贝 师父恕罪 瓦儿不敢 这镇魂珠的事情 为师自有分寸 以后不许再提 倒是你从你父亲那儿 给我拿来这么多宝贝 又是为了什么呢 那是为师父 废儿的心思 还能瞒得住师父 上次师父师网生咒之前 都肯给我一副解药 现在师父在大仲蔡府 已是位高权重 还请师父给徒儿做主 前段时间 大仲蔡府上下得了大病 原来是他们惹的事 婉儿 跟为师讲话 还绕弯子 直说不就得了 要不是你在大中灾府 两进两出 跟在原清所身边 那么长时间 你都没有找出 镇魂珠的消息 这不 还得为师出山吗 师父恕罪 是原清所两次误打误撞 坏了我的大计 婉儿没能 是力挽狂澜 是弟子的错 又是这个镇魂珠 这到底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推得倒是干净 到底是原清所误打误撞 还是你想借刀杀人 婉儿 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 弟子知错 起来吧 谢师父 找机会 我跟原护说 让他把你指给原 多谢师父 只是婉儿还有一事相求 莫不是叫为师 帮你除了原清所那个丫头 师父料事如神 徒儿佩服 你啊 怎么就被一个情字 迷住了眼睛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原清所到底是真实义 还是假实义呢 弟子曾几度跟原清所交锋 如果他的失忆是假的 以弟子的天分绝对可以看出来 所以 弟子认为 他的失忆恐怕是真的 人可以失忆 也可以找回记忆 师父 有了好办法 过两天 我便陪着宇文护 给原清所下一副猛妖 她得意不了多久了 搞不好 她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多谢师父 你陪我去皇宫看看吧 是 这个盐碗品味真差 怎么就看上了宇文雍 不过 这道人说的 她跟宇文护 要给我下的那副猛妖是什么 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三十六计 走回上策 走回上策